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败竞敌乔治亚大学队 保持四场连续不败记录 阿拉巴马大学和乔治亚大学 都是争夺全国大学美式足球年度总冠军的热门队伍 阿拉巴马大学队是于8月31日 以63比0黄胜希肯塔基大学队 赢得本球季首场胜利 28日晚间 阿拉巴马大学是于8万77名热情主场的球迷面前 以7分之差痛击反对攻失败的对手高揍凯哥 双方在赛事的上半场得分为30比7 由阿拉巴马大学队领先 阿拉巴马大学队全场四节比赛之中每一节都至少有3分收获 第一节的比赛就有21分收获 全场共有32分钟34秒掌握球权 阿拉巴马大学队目前先发四分位是大二转学生球员 现年21岁的米尔洛 杰伦·奥利维森·埃西亚·米尔洛 他身高6尺两寸 在这次的先发和11名队友合作 有33次传球 27次成功 累计推进374码 最远传球距离75码 演出两次传球大阵 同时和4名队友合作 全场共发动36次冲锋 累计推进56码 最长前进距离16码 有一次双峰打针 米尔洛全场两次传球打阵和两次亲自冲锋打阵 是阿拉巴马大学队得胜的关键 彭广扬 2024年9月30日